人不能選擇自己的父母 但可以選擇自己的國家領導人或城市領導人 我們台灣人是經過這麼樣一代一代的努力 大家的智慧跟勇敢 終於我們有機會打開民主大門 選自己的國家領導人、城市領導人 這個才是我們最引以為傲、引以為光榮 從當年的威權、恐怖、血腥、鎮壓統治中 走到今天的民主自由、繁榮、開放 是台灣人最光榮的事 今天T台台是要詢問 院長提出的新台灣模式 看起來像是要跟病毒共存 那有具體的做法嗎 那雙北市長認為中央政策要明確 那是否會持續跟地方政府溝通 新台灣模式就是 正常生活積極防疫、穩健、開放 所以我們戴口罩、勤洗手、打疫苗都不改變 但我們只要醫療讓人能夠負擔 雖然確診數會增加 但因為99.7%以上都是輕症或無症狀 所以不必擔心我們可以一步一步穩健地來開放 過正常的生活 那三立台是要詢問美國國務院跟外交部開會 那針對擴大台灣參與聯合國和其他國際論壇進行討論 那也包括WHA 那院長怎麼看這件事情 那希望可以達成什麼樣的一個成果 在蔡總統領導下 外交國安團隊積極努力 台灣被世界看見 肯定美國協助 只要台灣能夠有機會 我們很願意參與國際各種組織集活動 貢獻台灣作為世界一員的各方面能力 為追求世界和平還容台灣盡力問行力 那公司要詢問東南水泥拆廠事故 那癱瘓高鐵的運輸 那有被質疑高鐵交通部 跟高市府的風險空管似乎有點不足 那是否有趕進的空間 這是一家民間廠商所造成突然之間的災害 高雄市政府在城市場領導下 非常努力有效力 而台鐵高鐵台電也都在第一時間 做最大最快的修復及應變 突然之間這麼多的旅客要接駁 當然會有一些比較忙亂的地方 我們還可以再精進 但我們要向受到影響的旅客致歉 但這是因為一家公司造成的災害 也拜託大家體諒 但我們一定在進一步做更好的精進 來應對各種突變的狀況 那NOW NEWS要詢問 院長日前談起蔣家時表示 當時歷史背景讓台灣付出代價 但蔣萬安說身為蔣家後代他覺得很光榮 那院長認同嗎 人不能選擇自己的父母 但可以選擇自己的國家領導人或城市領導人 我們台灣人是經過這麼樣一代一代的努力 大家的智慧跟勇敢 終於我們有機會打開民主大門 選自己的國家領導人 城市領導人 這個才是我們最引以為傲 引以為光榮 從當年的威權 恐怖血腥鎮壓統治中 走到今天的民主自由繁榮開放 是台灣人最光榮的事